哦 哈囉刀心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來錄一下 很久沒有錄的原神啦 那最近啊基本上哲平也是每天都玩到瘋掉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閒著 那目前來說我們之前抽的滿命神禮 已經讓他90等了 然後武器也給他90等了哦 那下一隻角色的話 原本哲平是想要練火屬的啦 因為其實要打深淵的話 必須要有更多的屬性 但是呢因為 可莉馬哲平只有 沒有給他滿命 所以就盡可能就是先不要用一些火屬的角色吧 那後來的話哲平想要想的 我們之後的話就練了這一隻了 就是大家也是蠻推薦的 我們的好不好 這個 靈光好不好靈光 然後也把他80等了哦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 岩隊跟那個 哎不是80等啊 就是武器80等 角色也90等了好不好 就是呃那個 靈光的岩隊啊好不好 就是搭一個岩隊 然後兵隊的話就用 靈華跟這個甘雨 然後或是行秋跟蟲蟻來打一個那個 哎上兵的一個 冰冰陣這樣感覺哦 所以目前來說是這樣子 那所以基本上的話 大家應該都很瘋的另外一角色 就是我們的這個 肖公卡池啦好不好 那肖公卡池裡面有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哦 就是我們的早幼好不好 因為早幼的話真的是 太省了 大家如果有去看他影片的話 真的就是太省了 他會一直滾來滾去滾來滾去滾來滾去 而且他的那個就是 角色的那個什麼該怎麼說呢 呃他的那個滾的時候啊 是不會耗你的體力的哦 所以在趕路方面的話 真的是還蠻蠻爽的好不好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可以組個那個 四小蘿莉陣吧好不好 可以組個四小蘿莉陣 好這個早幼很不錯哦 雖然我還沒有練 但是他還蠻厲害的 所以我最近也在思考到底要不要那個 到底要不要給他 那該怎麼說呢 哈哈哈 給他滿命啊好不好 我最近還在思考好不好 四小蘿莉陣啊出戰 啊哲平基本上不是蘿莉控 所以這個陣型對我來說是還好了 沒有什麼任何的那個 構想這樣 看這個 他會一直滾一直滾哦 然後重點是 你看他滾的時候是不好體力的 那如果他有去 踩到冰的東西之後啊 他可以直接就是 上那個冰的那個冰層buff 哎我沒有一直滾 哎還是我我用錯了 反正他只要就是 他的這個是可以染色還是怎麼樣 忘記了 反正他就是這個 周圍有一些就是其他一些屬性的話 他是可以就是做一個這樣子 有沒有看 他就變冰屬性的 然後他就可以在 在冰上面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他其實是可以就是在在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 就還蠻蠻有趣的啦 這隻角色好不好很不錯 但他好像不是永久一直滾哎 就是有一定的那個時間 還是他必須要滿命 如果要滿命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 可以考慮一下哦 好 那這次的話就是目前來說 大家比 消攻還要哈的一個點啊 那消攻的話 基本上哲平是沒有去把他抽出來 因為我我的心 在我們的 信海跟雷神身上哦 那到時候信海跟雷神出的時候呢 哲平這邊一樣會開直播 抽到滿命 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來跟他介紹的是另外一個東西 聽說今天有新的活動 然後 新的活動的話是類似我們塔房的東西哦 應該就這個吧 機關奇譚好不好 靈妙之局 在機關奇譚代理 驅行小姐的努力下呢 源自 黎月的 騎游好不好 機關奇譚終於來到了到期啦 啊 據 驅行小姐 這個是驅行嗎 不知道 小姐說這次的 機關奇譚似乎新增了一種奇特想法哦 好那我們就GOGO吧 我跟你講塔房遊戲啊 哲平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 看一下追蹤目標 看看哪裡 機關奇譚 來再到期 到期的這邊 OK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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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遊戲真的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啦 就是他 但是也是蠻累的 因為他每天要收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而且我連那個深淵都還沒有開始打哦 有點有點小麻煩 看一下哦 在哪裡在哪裡 不是那個不是那個 我們要去打 機關奇譚 今天就讓大家看 你們最喜歡的小羅啦好不好 然後我只能說盜期的音樂真的是賊好聽 啊 登登登登 我自從收集完櫻花跟五四周啊 我就好久沒有回來到期了 哈哈哈 來看一下哈 來試試機關奇譚吧 怎麼這裡也有機關奇譚啊 歡迎 哎你知道機關奇譚嗎 啊我知道了 你應該是在黎月那邊玩過吧 哎瑞瑞瑞瑞小姐和我說過 他在海燈節的時候有做過推廣活動 確實看來確實蠻有效的哦 但是我以前沒玩過啦 那個以前那個活動的機關奇譚我就沒玩過 怎麼說呢 那按照瑞瑞小姐的說法 我是這套機關奇譚在道區區 呃區域的帶還有還會代表啦 呃在獲得呃代理權之後 瑞瑞小姐就把整套的機關奇譚是 還有相關的營業建議寄了過來 雖然你寄過來的時候被遠國殲屍扣住了 我奔破了好久 才把這套機關奇譚帶回來啊 遠國殲屍扣的是什麼 只要是國外來的東西 他們什麼都是扣啊 就是鎖國政策啊 算了不說這個了 你看到桌上這件百件了嗎 這些都是機關奇譚你要用的道具哦 是不是很有禮樂的感覺啊 哈哈這可是 我按照瑞瑞小姐信裡描述請人專門做的哦 所以他就是那個啦 就是類似玩桌有那種概念哦 連桌子都專門拜託人做了一張差不多了 花一大筆錢哦 而且在這副機關奇譚裡 我還按照瑞瑞小姐的建議 加入了一個全新玩法哦 嗯用講的應該也聽不懂 你就先來試玩一局吧 親自玩過應該就會懂了哦好試玩 沒問題好好玩吧 這可是全新的機關奇譚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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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這在玩什麼 騎手可以藉由提升一騎速等級解鎖 新的機關與妙鈴千啊 靈妙千 可用的機關與靈妙千 都可以在物資整備查看 啊一局奇證最多可支援兩位騎手 在多人遊玩的騎證時可見到 啊機關數量由 騎證中的全體騎手共享 同時每位騎手依然 可以在騎證中按 各自按照一定的比例 獲得支配的騎速點哦 騎證開始後 可以在指定位置建立各種機關 建立的機關需消耗騎速點 騎手可以透過打到 那個關卡內點獲得騎速點 再拆除部分的機關時 也可以獲得騎速點就是 你要塔房啊 就是在這邊建造一些那個塔 然後來去打一些敵人這樣 然後可以獲得一些點數 有點類似我們就是 呃錢包啊 或是能量之類的哦 部分機關可以旋轉 騎手門可以旋轉機關 可以改變他朝方向 對不同方向的敵人施加影響哦 以此來靈活應對 騎證中的各種情況啊 沒有問題 騎手可藉由花費騎速點抽取0妙千 在0妙千中0千 可以讓機關獲得各類強化效果 妙千可以為 呃騎手提供各種特別的效果 呃 0千和妙千的珍惜等級各不相同 從低至高共分為 頻韻 呃祥瑞和貴 貴路嗎 三個品質 品質越高 此千能提供的強化效果也越多哦 但同時選擇此千 時所花費的 起訴點也越多 部分0妙千可以重複抽取 以獲得疊價的效果哦 在某些騎證中一部分的0妙千將不可被取代 哎這個應該是有那個屬性的東西 哦呦 除了0妙 0千和妙千 哇哇 永千則會強化來襲的敵人 當 當當這個強化過的敵人被擊敗時 起手也獲得更多的起訴點哦了解 就是強化過的敵人會獲得更多的起訴點 有時起手還會被 還會抽到被 鬼籤影響的0妙千 獲得這種0妙千所需的 起訴點會降低 但取得史類的0妙千時 起手也會受到各種負面的未知效果哦 在騎證開始後 敵人會各種地方湧入 起手需要是各種地方阻止騎證中逃脫 但有敵人從騎證中逃脫 騎證 呃證書的完整值就會受到影響哦 在現金時間結束前哦 保證騎證書的完整值大於0 即可獲得本局的騎證的勝利好不好 那如果在現金時間內結束前 騎證證書的完整值消待進則挑戰失敗 這注意的是在騎證之中 所有角色都無法對敵人造成傷害哦 好吧 好沒有問題 那就出事吧走吧哦 就很像我們的那個啦 很像我們就是那個該怎麼說呢 就真的很像我們的 呃塔皇遊戲 好 劍塔劍塔我跟你講這遊戲折兵最會了好不好 這種遊戲折兵最會了 最終敵人是大型史萊姆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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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這邊的話你就可以建這個東西了好不好 建塔建塔 建造 哇他有超多的耶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你是可以那個好不好 你是可以他是 敵人是從那邊過來到 這個地方 這個是直線塔啦 所以應該還蠻簡單 他後面的話應該會越來越難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上面建造 還有在這邊建造 然後這邊的話是 那個 他們的區 然後這邊前面也可以建造哦 我跟你講 通常啊通常我們玩塔皇遊戲 絕對一定是要先在前面先建造一個的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好像說什麼可以那個嗎 轉向 哦他他他這邊有一個眼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有一個眼 這個眼就是他面對的那個眼好不好 這個面對那個封眼 那你就可以就是把它轉向到 你你想要打的地方好不好 目前來說應該都是要 面對正前面跟他們來打一下這樣子 然後等他們走過來之後在那個哦 然後這邊的話也可以再見一個 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的錢應該是有蠻多的哦 2500這邊建兩個封塔吧 先這樣子應該就夠了我跟你講 然後 這邊T可以抽取妙籤 強化機關封城柱 這個是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應該是封的 所以我們就 選擇吧 然後再來是什麼 0千 好我們都先用這個封的 好 確認 然後都用封的 哈哈哈滿滿的封啊 然後這邊的話 強化機關雷死 這個就先 不要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也沒錢了 我們剛剛抽卡的時候也是要錢哦 那準備時間的話 就是在我們正中央上面這邊 然後他會有一些準備的那個效果 那我們就等待他們出擊了 好不好 這3D的塔房有夠帥氣好不好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什麼 那個大隻怪出現來了 太強了吧 你看我們這邊直接把他轟爆哎 哈哈哈哈 他們直接被我們彈飛 直接轟爆 有哦OK哦 你看這就是 哲平玩塔房遊戲的那個 好不好 厲害的地方 這些要解鎖的話 應該是要等那個吧 就是 之後拿到或怎麼樣之類才可以 現在他就是新手訓練的這個封塔 這樣子 那這遊戲也是可以拆除 但是他沒有就是往上疊加的那種功能 所以就還好 敵人來斜棒 他現在在教我們是不是 等一下他會不會有另外一邊啊 哎他是不是有另外一邊 等一下哦 哦對對對 這邊這邊也是哦 這兩個都是傳送門吧 哎不是那這到底是幹嘛的 這到底是幹嘛的 關閉仙道 哦 他是一定時間可以關閉仙道是不是 讓他們不能過來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掉下去是嗎 然後按P可以開始棋局 好不好 P 在角色在棋局中無法 來來來我們直接快速開始 這應該還好啦我跟你講 就是新手嘛 你看大星史萊姆 所以現在直接打boss關了耶 其實他的那個一關還蠻快的 就是兩個怕兩個回合 但是我們現在基本上也不用什麼緊張 好不好 看那兩座塔在那邊打就打贏了 那就是新手訓練的關卡啦 還行好不好這個 對哲平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這個塔防棋啊 好玩好玩 哎然後他應該還會有更多的那個東西 然後你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些獎勵 好444 耶 好玩好玩好不好 然後他好像有更多的那個啦 有很多的那個關卡 你看這邊有 12345678910 14個關卡這樣子 然後 這邊第一關是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跟人家單人挑戰 或是連線配對 你可以跟人家一起來 組隊來打這個棋爵 那還蠻酷炫的喔 喔最終集合是一機守衛喔 這一次感覺就 沒那麼簡單了各位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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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出發出發 這一次比較 比較不一樣囉 那這邊他好像有限制你就是 你只能蓋14座塔 所以你 你沒有蓋好的話真的要 喔來了來了 各種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哇 還有更多那個奇數機關耶 好猛喔 我們一樣先那個 我們先應該 我們要先來抽卡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先抽卡 先抽卡才可以知道 你要拿什麼 像這邊的話蠻多這個火術的對不對 那我們就 選一下火的 確認 然後 這邊也有冰的 冰的 哇這個爆彈 好奇觀正弩 好好好 然後 奇觀正弩 好那那我知道我們要選什麼了 就是正弩給他 架起來了 哇 其實這個塔真的長得還蠻帥的耶 來來來 正弩給他架起來看看 那目前來說先留一點錢喔 開始起局 反正玩這種塔房遊戲一定就是要那個 就是不能那麼快那個 哇他這個是 他這個好像有點危險耶 因為他不是一次打很大發的那個傷害 他是那種類似慢慢的消慢慢消的 哇好像好像有點 有點小尷尬喔 這邊補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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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好了 正弩正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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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在你在行徑當中你是可以就是 做這種就是操控的好不好 然後 他們的距離好像遠攻距離蠻遠的耶 你看他可以從這邊打到那個地方 算很遠 所以這樣算是四個正弩在這邊打的話應該是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你要隨時抽卡牌的話就是你直接隨著按T也是可以繼續抽 對可以繼續抽這樣子 還不錯然後我現在基本上因為我剛抽的都是正弩啊 所以我現在都是瘋狂在用正弩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這麼遠的話 也是可以在這邊再蓋兩個正弩耶 這個好遠喔 這個好猛好猛塔房 這邊好像就沒辦法了 他這個是比較就是那個比較遠攻的一個那個 感覺然後這邊有水秋秋人啦 所以你可以就是利用一些那個 屬性的塔出現了我覺得 屬性塔的話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屬性塔的話冰塔吧 冰跟水嘛會冰凍嘛 所以應該要用個冰塔之類的 然後這邊重抽 這邊繼續正弩喔 正弩給他爽一下然後浮冰 我們有冰的就給他冰起來 我覺得應該用兩個冰塔吧 來防住這隻那個 比較麻煩的 應該ok來 我跟你講這樣就夠了 倚澤兵玩多年的塔房經驗對不對 完全沒問題啊 哇這冰法師是不是走有點快啊 剛才冰法師跑超快耶 夭壽喔 哈哈 哈哈 喔這個好像是幫他上冰的效果這樣子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待會那個boss水鼠的那個過來 應該就會被我們那個被我們冰凍了 欸這隻跑好快喔 哈哈 欸那個 秋秋薩馬也跑太快了吧 有點可愛欸 所以他這個是速度小冰 因為像我們玩塔王遊戲的時候一定都有很多這種速度小冰的東西 好猛喔 好快喔 這蠻可愛的欸 我覺得後面補強一下好了 我們還有 還有很多做塔可以用 這邊 這塔王是真的還蠻好玩的啦 其實原神這種遊戲啊 好像都會有一些就是 小遊戲會讓你就是可以去玩這樣 我看一下喔 剛剛他 這關的是什麼 我忘記看這關有什麼咧 死定了 想一下喔 起速攻擊的速度 好我們看一下火的吧 火的然後正弩繼續 攻擊速度 正弩的攻擊速度 然後冰的 正弩的攻擊力 痾 正弩的這個警戒能攻擊的範圍更廣 好 然後我們應該 應該 應該再叫多一點 再叫一個正弩好了 正弩 加油 來 go go這樣應該ok了好不好 這是有那個 有boss出現了 我們這次很ok好不好很ok 而且我們後面 全部都是正弩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那個卡牽吧 用自己的卡牽來去決定就是那個 但是我是覺得是不是 是不是應該可以用那個水的啊 水的跟他搭配然後 就可以讓他冰凍了 對對對對對 你看 就是冰的冰的跟水的搭在一起 他們就會潮濕然後再加冰凍這樣 還還還還行還行 那還蠻不錯的 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這個厲害 好不好那我們這邊再加一個 加個冰吧 這樣子 這樣他就可以直接動在這邊了 好不好 動住不許走哦 最終的遺跡守衛好不好 來看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卡可以買 這個水的也放一下 然後冰的也放一下 我覺得目前來說應該 應該這樣就還蠻ok的 確認 好然後 這個再放一個水吧 欸 這樣子然後我們只差一座塔了 只差一座塔的話這邊 再放個那個吧 繼續再放一個 哎 好放錯了算了就這樣吧 我原本想要放那個 放我們的那個 正弩的 來了 看起來我們應該是ok了好不好 你看他的血量 然後他過來就會被冰凍 冰起來 哇他沒有被冰凍哎 但是有冰凍的效果啦 但是他好像很快就解凍了 哦有有有有 哎好快就解凍了大哥 你也太快了吧 哇他好像還有在回血 哎加油加油 哇靠等一下 他怎麼可以中途回血 哎 完了 我不知道他會中途回血啊 哎 完了 大哥 哈 他怎麼可以中途回血啊 不是哦 看 他大招好像有點猛哎 他中途回血 來了來了又回血又回血了 哇腰獸了 這邊我覺得應該要再放一隻那個 應該要再放一隻那個 完蛋了 拆掉拆掉 哇 真的假的 把這邊放在後面吧 哎不是哎 不是不是哎 怎麼會這樣 還有嗎 冰跟水吧 再放一個 起訴點不足 慘了慘了先拆一個先拆一個 不是哦 沒有人在這邊一直補血的啦 啊 他一直在補血啊 不能這樣啊 腰獸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跟那個 跟跟水的換 水在這邊 會比較好 哇 哎後面這幾隻直接 直接弄爆我哎 好猛哦 他那個直接補血真的很尷尬 但是真的很好玩哎 我原本以為就只是這樣子 但是 他後面那些boss會補血或怎麼樣 真的是蠻有趣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 有玩原神的話 又喜歡我們這個塔王遊戲的話 這個機關奇坦啊 算是我們最近的新活動好不好 維持12天還蠻好玩的 然後活動商城裡面有原石 跟我們一些就是那個 呃 升天賦的一些東西可以換哦 還算是不錯 而且大英雄精英也是很不錯的東西 這個 還蠻好玩的真的哦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來玩一下我們這個好不好 技官奇坦靈妙之舉了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老伯子騎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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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